人是可以选择的 包括选择你想生活在什么地点 你什么状态 甚至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有我的选择 我就选择待在西湖边上 我喜欢站在湖边看西湖的水 这个水很特殊 它有点粘稠 它们风中起伏的时候 完全是绸缎般的感觉 庞州它是一个景象 它也是一种感受 浙江这个地方过去几十年 山被挖成像巴一样的一块块的 到处都有 但是你真正到现场 看到这样一个地方还是很震撼的 用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方法把这种摧残自然的状态给搬回来 把它修复 现在宋运是我们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提出的一个主题词 宋代元林其实根本没人知道是什么样子 没有任何现存的遗迹 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元林作为一个想象的对象 作为一个跟他非常间接地拉开很大距离的对话 南边的篮子 我们起个名字叫绕山了 在合适的位置上开一些门和窗 让大家可以看到背后的身体 窗都是高爪 你要仰望 这个姿势就使得他和人之间产生一个疏离的感觉 我经常在感慨 直接存在的中国文化 大部分都已经在历史中流失了 或者被我们亲手摧毁了 我们谈的中国文化大部分是一个虚构 可以说的很抽象 很诗意 但是落实到具体上 其实就是自然的 真实的 这六个字 自然不光是山水 自然实际上是要经历岁月 从早到晚 春去秋来 有太阳没有太阳 它在变化 在这个变化里头 你就体会到时间 文化就是这 它从跟自然的对应 最后到对人间的对应 我们做出了一种内自然的人工造物 它以和自然对的方式 甚至是尺度进行对话 版本馆基本上是整个杭州景象的一个 雷苏 一半湖山一半城 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模型 它既是一个物质的模型 它也是一个精神性的模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anks for listening! 欢迎来的人工做点